大家好,我是Ryan 今天这一节课呢,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JQuery UI的使用 我为什么说简单介绍呢 因为由于我们这是一系列的JQuery入门课程 但是JQuery UI呢,它比较高深,内容比较多 可能需要一系列课程才能讲清楚它的全部使用 所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做一个JQuery UI的简单入门 所以这边其实应该写JQuery UI入门 入门 今天的课程呢,我会讲到Draggable,拖页 右边上可以拖页的元素,Draggable,放置 就是拖动元素的时候还可以把它放在某一个元素上 然后Sortable,排序,然后Resizable,大小,改变大小 右边上某些Element,某些元素可以改变大小 还有Accordion,折叠菜单,还有Dialog,经常会出现对话框 还有Slider,滑动条,比如说有一些调节颜色的调节 价格调节数量,经常在淘宝上会看到这个Slider 然后还有这个TableSorter,就是表格排序,经常我们会有一个Table 但是这个Table是支持排序的,上面有一个键,这就是表格排序 好,由于熟悉Windows操作的同学肯定知道Dragg和Dragg 其实是一般是一个连续动作,所以我准备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来讲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有个视力程序 首先呢,我把不要的代码comment掉,这是Dragg的逻辑 光看Draggable,其实很简单 我在页面上有一个Dragg element 有一个block element,就是上面这个黄色的 还有一个drop element,就是下面这个红色的 单看这个block 我要想把这个block呢 它现在就是一个普通的element 我如果要想把这个block呢,变成Dragg,可以Dragg的呢 我只需要给这个Div后面加上Draggable 大家看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可以把它变成一个Draggable的东西 它就可以拖了 看这个,它是普通的element,是什么都没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呢,它是有效果的 我可以把它Dragg到任何地方 它就会停在这边 甚至可以Dragg出去 Dragg出去你就再拿不到了 Draggable呢,还可以传入一些参数 比如说我这边传入一个clone 就是helperclone的意思呢 我传入的是一个helper helperclone的意思呢 就是在使用了这个克隆的复制的这个helper 也就是我当我拖它的时候 它其实复制了一个元素 原来的元素还在那儿 拖的是复制的另一个元素 它还有一些很多参数可以设置 比如说这个opacity 那在拖动的时候呢 在我没有写这个之前 拖动的时候 看它有一个默认的opacity 就是没有opacity 就是opacity是1 但是呢 我可以给它写一个opacity opacity让它变成0.1 在拖动的时候 拖动的过程中呢 它的那个透明度就变成0.1 看是非常浅的 一般拖动的时候 我们会给它一个0.5 给用户一个拖动的效果 这就是 然后如果把这个删掉呢 就是整体在拖动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半透明的效果 下面呢 我们来看这个dropable 来看这个dropable 页面上有些元素呢 可以让它drop的 就是可以把其他东西扔进来 所以说 比如说 Windows的回收站 这种形式 就是你放进去一个文件之后 它就变了样子了 这就是dropable的基本概念 我们来把这段代码 给它comment的回来 然后呢 简单的来说呢 这个dropable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页面上 不需要里面这个配置文件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dropable 但是呢 我里面同样呢 跟和dragable一样的 可以传入一些参数 但不仅限于这些参数 具体参数 有很多参数 可以大家去看document 就可以知道每个参数意思 这里呢 我给你简单介绍几个参数 accept是什么意思 就是接受 它呢 只接受是 不是说页面上所有可drag的元素 都可以扔进来的 我只接受 点block 也就是只接受cssclass 有block的元素 页面元素 然后activeclass 也就是 当我 当我 把另一个元素 拖上来的时候 它是active状态 我就给它加一个这个class 它就会自动加一个这个class 加了这个class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class呢 来加一些css的root 我简单改了一下css 默认情况是这种样子 虚线的boulder 没有背景颜色 然后呢 在active的时候呢 是有把这个boulder变成solid 并且颜色变成red 在hover上的时候呢 background color呢 变成red 来看一下 当我准备拖页的时候呢 也就是它进入一个active状态 这个拖页状态呢 drop呢 进入一个active 无论我拖在哪 它都是变成变成这个实现的这个boulder 但当我鼠标进入它的时候 就进入了一个hover状态 就是现在我彻底hover到这了 也就是现在我可以drop了 之前是不可以drop的 我现在可以drop了 当我drop的时候呢 就会触发 呃 这边这个drop的function 呃 就会触发这边这个drop 它会有一些callback 在这里面 你可以干 干一些事情 比如说我这边呢 就会给当前这个div呢 append的一些 一些drop的 这个drop的这个单词 也就是当我在这 释放鼠标 我开始释放鼠标 看 就知道有东西drop在这里了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solibus排序 因为有些元素 是可以拖动 进行重新调整这个顺序的 呃 所以呢 我在这边 就示例呢 就用一个ul 里面全是li 然后里面有123456 来进行示范 这个使用也很简单的 只需要选中它的这个元素 用select选中元素 后面加solibble 它呢 瞬间就变成一个solibble的元素了 现在大家看有什么 它就 它其实是可以拖动的 我可以把它放到任何地方 这就是sol 这就是solibble 另外solibble呢 也可以传用一些参数 那我简单给大家演示一个参数 就是这个x或y 也就是这边axis呢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可以移动的轴 呃 大家知道横坐标是x 后重坐标是y 走 外轴 也就是呢 我如果只允许它在外轴拖转呢 它就是变成这个样子 我横的不顶用 我横的不顶用 只能在上下拖转 这个其实也是很有用的 我可以把它drop到任何地方 在solibble之后呢 刚才我漏掉一个selectable selectable 是选择 也就是页面上有些元素是可以选择的 呃 这边我给大家举了个 还用刚才这个 呃 uol 里面有12356 我加了点css入 也就是现在默认每一行的背景是灰色的 然后当我 select的时候呢 我给它加了一个select的这个入呢 是 background color red 也就是 我然后呢 想把一个 一个list呢 想把一个任何一个呃 元素的变成selectable的呢 其实就是 呃 给它加一个selectable 不传入任何参数 就可以 现在呢 当我点它的时候 就可以select它了 并且可以multi select 并且可以选择多个 按住control或者command 在mac上是command 就是这样 好 回到这边 呃 刚才呢 我们这边 我这边都带了s 也就是dragables dragables 其实呢 他们这个真正的函数名呢 是真正这个function名呢 是不带s的 而且首字母也不是大写的 这个大家注意一下 呃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resesible改变大小 而且在呃 我刚才还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刚才没有 在开始的时候 没有介绍我 为什么可以使用 JQuery UI这些function 呃 呃 原因呢 是我引入了这个JQuery UI库 默认的JQuery的核心库 是不带有这些功能的 呃 只有JQuery UI库 才会带有这个功能 如果你引用JQuery UI库 同时又想拥有它的JQuery UI的一些 呃 style的话 你就需要呃 同时引用这个JQuery UI的css 就是它默认的一些style 呃 最简单的style 同时你还可以下一些主题 就是它跟 就是根据不同的主题 在这块UI官网上 可以看到很多主题 呃 的UI的css 也就是不同 实现不同效果 我们再回来看这个resizable 我同时呢 同样呢 给刚才我们这个block的这个 也就是这个黄色背景的东西呢 加了一个resizable resizable 也用法也很简单 就是点resizable 配置参数呢 可以传到里面 呃 resizable的话 它就会自动给右下角呢 添加 大家看这个inspec element 自动给右下角添加一个这个可drag的这个handle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改变它的大小 任意改变它的大小 再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cadian折叠菜单 呃 折叠菜单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有一些页面上有些菜单是可以折叠的 比如说像 像我这边 呃 目前呢 有一个cadian 它在它之内呢 有h3和div 呃 这个是非常长的 呃 这个呢 占用很多空间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给给它呢 加一个cadian 一旦加了cadian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转化成一个折叠菜单 而且还有 呃 看就变成一个折叠菜单 呃 这边呢 有四个section 我可以点另一个 其他的就会被hide掉 再点3 其他的会被hide掉 这就是accadian 然后呢 这个呃 这个呃 accadian呢 其实也是有一些配置的 比如说 现在呢 我不允许关掉 也就是四个section呢 必须有一个是打开的 我不允许把它们全关掉 我这边呢 可以传入这样一个预计的参数 叫collapsible 处呃 来 设置它每一个section都是collapsible的 就是它可以关掉 再点点一次打开 再点一次就关掉 然后还可以点呃 accative 冒号 比如说 二 也就是 默认的时候呢 就是零一二 二呢 是active的 在什么都不选择的情况下 就是初始状态 也就是我每当refresh的话 这个序号二 序号零 序号一 序号二 序号二永远是active的 呃 我想大家肯定非常好奇 这边那个一个简单的html gquery 呃 accodian的空间呢 插件呢 呃 怎么就会 呃 理解到哪些是哪些部分是heather 哪些部分是body的 哪些部分放在这里 哪些部分放在这里 其实呢 这边你不必要传入h3 传入dev 它也是可以工作的 看 效果是一样 一样的 一样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 gquery呢 把偶数元素 也就是第零个 这是一 二 把 这是二 把偶数元素都认为是heather 把激素元素都认为是body 这个呢 其实你可以控制的 如果这边 传入heather 比如说h3 这样 只有h3才是heather 这样我第一个刚才改成的dev呢 它就不会被认为是heather了 下来我们看一下倒数第三个这个dialog dialog就是对话框 对话框呢用起来也非常简单 我这边有个简单的markup是dev dialog这边会有defaultdialog 然后我这边给它传入一个title叫麦子dialog 然后呢用法也很简单 其实大家很容易就知道就是看了之前的例子选中它 然后再使用dialog 在不传入参入情况下它也是可以工作的 不传入参入情况下就是这个样子 它点叉呢就会就会把它close掉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slider滑动条 它使用也是很简单的 在页面上放一个空的div 空的div像这个一样 然后idsliderid随便写 然后你在后面给它绑定这个slider 默认咱们看一下没有参数的情况 没有参数情况呢 这个slider呢你是可以随便拖动的 整个整个滑动条是100 然后它是百分比按照百分比定它的位置的 然后呢刚才呢我还传入了一个参数step点等于25 这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参数 它有很多参数了 今天讲的每一个function在这里呢 每一个这块UI的API呢都有很多参数 我只能讲一部分 因为这课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常用的就是step step什么意思呢 就是它每一步的步长 像我这边step25也就是它只有四个可以选的位置 和全部 中间三个五个可选的位置 0 25 50 75 100 这个step其实在淘宝上 大家会经常看到比如说选择一些东西的颜色 它有四种颜色可选 就会用一个slider 或者还有什么价位 比如说在10块到5块到10块 10块到100块 100块到500块 这样的选择 讲到这个slider呢 还有个重要的概念就是invent 为什么我在之前呢 没有给大家讲这个invent呢 invent概念 我只给大家讲了 每一个这个 这块UI这个widget呢 使用的一种使用方法就是configuration 也就是它可以传入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是一个jsonobject 在这个参数里面有很多的功能 你可以对这个widget进行设置 但它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概念 叫invent概念 就是这个invent概念呢 是可以当前的widget呢 进行某种处理 进行某种操作的时候 它会自动触发一些预先设定好的事件 比如说这个事件呢 就对这个slider非常有作用 因为当user用户呢 select一些东西的是滑动的时候 当它停止滑动的时候呢 会出发一些事会 就是你程序员呢 开发者呢 想会希望呢 从得到用户当前选择这个点 这样呢 你就会需要监听 监听一个叫slider change的invent 在当前这个绑定元素上 也就是这个slider widget 会给这个绑定元素呢 激发一个事件 当它当用户选择某一个点的时候 slider change 然后还有callback函数 这样的callback函数呢 我在这边加个debugger 看看这让大家看看 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当我滑动的时候 现在停在零处 也就是可以看到这个 UI value UI.value UI.value是零 也就是第一次停的是零 我再把它拖 拖到25 现在呢 这个UI.value就变成了25 就是你可以监听这种事件 讲到这里呢 大家知道每一个 就是每一个这个 这块UI的widget呢 都有两种概念 一个概念是configuration 设置 也就是options 类似于选项 对它进行一些设置 预先设置 当然不传 任何参数也是可以的 还有一个概念 就是invent的概念 它进行到某种动作的时候 它会触发一些 预先设置好的invent 那么如何知道 有哪些configuration 如何知道有哪些invent呢 就要拜托给我们的 这个 document了 文档了 大家打开文档 打开任何一个 这块UI的文档的 比如说slider这个的文档 你就会看到 它有几种options 这个第一个参数呢 第一个option呢 就是它传入的参数 有哪几种 比如说这边 我在slider传了个step 这边是有slip的 还有range orientation 这些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 它的这个历程是什么意思 然后invent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有的 就是你可以监听到slidechange slidecreate slideslide slidestart slidestop 这些 这些invent 它们都有不同的作用 大家可以在这里面看 中间呢 还有个method 我基本上没有提到 这个其实用的 其实也蛮多的 比如说刚才 我在这边如何对这个dialogue进行close 这个close既不是invent 也不是设置 它是个预先设置的function 也就是我是给这个dialogue 进行close 比如说呢 这个dialogue 这边这个dialogue是有close function 但是这个slider呢 是没有close function的 因为它没有close这个功能 但它有一个destroy的功能 也就是你选中呃当前这个slide按selector选中这个slide给它一个destroy 传用一个destroy这样的话就会把它把它消灭掉 给大家也看一下 呃slide 好slide destroy 好slide destroy 来回来看一下这个实力程序 哦 这边我 不该destroy ok 这边我是有它的 当我一旦选择 拖动它到某一个点 它就被destroy了 因为是我在这个回套函数中把它destroy了 destroy就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我们就讲完了 这块UI 呃入门课程 关于这块UI核心库的一些简单的使用 呃包括 这么几种widget 每个widget都有三类大的呃可以操作的对象类型 比如说option可以控制configuration 然后还有一些method方法还有一些invent 最后呢呃我这边还列了一个table sorter 它其实是独立 为什么我把它独立于呃之前的几种之外呢 就是因为这个table sorter呢 其实是不在这个这块核心 这块UI的核心库当中的 它是一个第三方的呃这块UI widget 呃这块 其实table sorter呢有很多实现 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最简单的 现在引用的就是这个table sorter 呃当大家呃打开它任何一个这块UI widget的呃文档之后 都去看它怎么使用 一般使用无非就是教你怎么引用这个库 然后教你最一般最初始的 类似于hello world的使用方法 所以呢我需要呃引用这块 呃当然了我需要引用这块的核心库 然后再引用这个呃载入这个本就是本微这的一个原文件啊我这样像他一样我也载入了 然后之后呢我这边示例呢也是从这里靠配的就是一个table 简单的一个table没有任何特的特殊之处 它有一个header 然后有一个body 然后呢像我之前讲过所有这块UI的呃核心的一些微制作的方 核心库里面的一些微制作的使用方法一样 就是用先用选择器选中 然后靠然后这个初始化这个table sorter在这个上面 这样呢呃这个table呢就变成了可以sort的table 也就是原来table其实就是一个普通table 但是现在table是可以sort的 你点last name就会让last name进行sort的 你点do就会让do进行sort 以上呢就是我们这块位呃 UI这个入门课程的今天的全部内容 好谢谢大家